今天和大家分享一下太拳练习过程中常犯的几点错误 这个是基础且非常重要的几点 这个我们在自己练习的过程中一定要注意 第一点就是脚下来回乱摆动 就是在练习动作的时候来回碾脚 摆脚 这样的话就会造成我们的重心的虚实不分 就是我们在发力的过程中 这个力量传递不上来 这个时候我们应该 但是什么时候能转动呢 就是在我们换动作的时候 就是换方向 转换不同角度的时候 这个时候脚是需要摆动的 好 我们讲第二个常犯的错误 就是膝关节来回乱摆动 就是我们做动作的时候 膝关节来回乱绕动 这样的话就会造成我们的膝关节的扭伤 我们练习的时候 应该膝关节对住脚尖 移动的时候呢 让膝盖和脚尖的方向尽量对正 这样的话会减少我们膝关节的扭伤 好 第三点呢 是腰和胯 腰和胯不分 这是什么情况呢 就是我们在做动作的时候呢 腰和胯呢 很多时候是一起转动的 这样的话呢 就会造成我们呢 就是我们的腰部呢 锻炼不到 好 因为大家都知道太极拳练习呢 主要是以腰为主 带动四肢来做动作 所以我们首先做到的就是 腰和胯去分开 正确的动作就是呢 练习的时候呢 你的腰和背部呢 有拉伸的感觉 这样的话能帮助我们锻炼到 五脏六腑 帮助我们练到这个气息 好 这是第三点 第四点常犯的错误呢 就是我们的腰下呢 是加紧的 腰下呢 没有打开 我们练习动作 很多时候呢 容易扁 应该呢 要把腰下打开 打开之后呢 我们的气息呢 才能畅顺 这样的话呢 后背 我们身上的力量呢 才能传递到手臂 那么手臂上的力量呢 也能放松下来呢 放到后背上 这个呢 是第四个常犯的错误 以上四点呢 常犯的错误呢 大家一定要记清楚 好 今天先分享到这里 欢迎大家呢 关注我们的平台 也可以呢 随时和我们去沟通交流